你里面要除戏 外面也要除戏 外面的资粮有 里面的资粮也有 这个就是 这个道家在修行的财离法地 第一个字还是财 但是修行人不能贪财 修行人是不贪财的 你真正修到最高的阶段的时候 外面的财是没有用的 外面的资粮是没有用的 问题在哪里 在你里面的资粮有没有 你身体里面有没有气 你身体里面有没有走火 你身体里面有没有明点 你必须要存好你自己的明点 不然你很容易老化 你如果老化了 你的气就不能够集中 不能够充满 你走火就会生不起来 你没有明点呢 哪里来的明点下降 所以我们内在的资粮 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不要你看那个李光头的 大家都李光头 很多都李光头 代华的不算 你为什么李光头 你就是要聚集你啊 你要守住你的经啊 要守经啊 要升起你的着佛啊 要把你的明点能够融化到前身各个部位啊 你的气要很充满 要能够步到你的前身啊 承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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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